世界各地疫情逐渐趋缓 但是重创下的全球经济想恢复原貌仍需要时间 食杖圈更是深受冲击 防疫期间不少精品的生产线停摆 改成投入生产口罩 店铺也暂停营业 打乱了原本的产品销售上架日程 以精品集团龙头LVMH为例 不只动员Louis Fidon巴黎服装工坊 为医院制作防护衣 工匠们的双手也从触摸柔软奢华的皮革 变成了车缝非外科防护口罩 这场疫情风暴导致许多品牌的业绩大幅下滑 LVMH集团旗下的Louis Fidon Dior, Fendi, Loewe, Céline等多处的门市 已经关门超过一个月 人们隔离在家,活动聚会纷纷取消 也影响了Moyce & Chardon的销售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提供的数据 今年以来LVMH的股价下跌了19% 集团总裁Bruno Arno的净资产 缩水了超过300亿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9000多亿元 令这位欧洲首富顿时成了全球亏损最多的人 受疫情影响的还有模特人们 前阵子超模们乖乖宅在家隔离 受前法国版Vogue主编Kerry Rutfield 为了抗疫基金会募款的邀请 把家里当作伸展台 自己打理妆法 共同展演了一场趣味的服装秀 超模们一改天 梯台上的高冷模样 像是天菜男模Chad White 晒起了宝贝儿子 巴西超模Isabelle Fontana 更把鹦鹉扛上肩走秀 为公益献爱的同时 也让人们看到了超模们 不同于以往的亲切面貌 下来是设计师们发表新作品的 时装周 也面临了取消的命运 改以数位形式发布 似乎成了解套之道 继先前东京时装周活动喊停后 各品牌的秋冬系列图片及影音 改由主办方官网曝光 而后的上海时装周 也变身成了云上时装周 首次以直播走秀 搭配即看即买的模式进行 让传统时装秀也跟着智能化转型 单纯的从数字上来讲 这季的时装周参与的品牌的数量 跟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上出在一个还略有增长的状态 就跟去年同期相比 这是参与的数量 我想这反映了什么呢 这反映了在这种疫情的影响下 无论是品牌还是设计师 都在寻求一种能够解困的方式和方案 日前英国时装协会也宣布 6月12号到14号的南庄周 将全面以数位方式取代实体的服装秀 届时伦敦时装周官方平台 将会几节设计师访问 Podcast 设计师日记 网络研讨会 以及数位展示间等多元内容 让时尚拥有更大的灵活度及可能性 这场疫情也给了步调快速的时尚圈 一个喘息和反思的机会 另一大精品季头开云集团 旗下的San Le Home 率先宣布将退出今年9月的巴黎时装周 接着副剧创意总监Alexandre McKellar 也在IG上发表了多篇有感而发的日记 他表示疫情让他明白人类的傲慢 和世界的混乱 需从本质开始做改变与革新 因此宣布未来GUJI 将脱离传统制式的时装周发表 不同于以往有早春 春夏 早秋 秋冬的季度分别 一年只会推出两个系列 将以音乐或文学等主题 为系列命名 当设计师不再被作品产量追着跑 可以专心于创作上 或许能为真迈向过度消费之路的时尚圈 带来全新契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